好 同学们好 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表达式的一个入门 我们呢 讲三个效果 好 比方说第一个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鼠标经过的时候 哎 你看这个文字是不是就放大了呀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实现两个文字啊 就是大字跟小字怎么样去同步 这是一个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到了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把这个独自我开关的一个一个的关掉 你看在这里面呢 有非常多的一些随机的效果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很随机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不透明度是不是在适时的变化 能看到吧 不透明度在变化 还有什么呢 圆的位置在不断的晃动 对不对 还有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缩放值啊 你看是不是很有科技感的呀 那么这时候像这种效果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另外呢 我们还要讲一个 比如说像这种小的晃动效果的一个制作 对不对 那么这种效果又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表达式呢 要这节课要去讲的入门的课程 好 OK 那么接下来废话少说 我们先看看这样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去做 好 首先呢 我们在这地方的话 直接的呢 先去新建一个全新的画布 大小1280×1720 5秒钟左右的时间足够了啊 5秒钟左右的时间足够了 好 我们呢 在这地方用造型工具呢 先画一个造型出来 对不对 描边色千万不要有啊 描边色千万不要有 好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 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刚刚是做的一个旋转的一个属性 好 把中心点呢 首先呢 把它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位置来 这个是没有话说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怎么样去做那种啊 有这种晃动的感觉的呢 哎 在这个地方我们展开我们的R属性啊 展开我们的R属性 在这个地方呢 按住alt键并且单击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个函数了啊 就有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要知道旋转这个啊 它只有一个值控制 我们呢 把这个表达式先取消掉 按一下shift p 你看看 我们在这里面要谈一个维度的问题 像这种旋转属性呢 它就是单个维度的 只有一个参数值控制 而位置属性呢 它就有两个属性 对不对 它就有x轴跟y轴 所以它是二维的 二维度的 那它是一维的 一维的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对于旋转这个属性 加住alt键 对不对 那vigo这个属性呢 vigo就是晃动的意思 好 括号在这个地方要加逗号啊 要加逗号 都是英文输入方向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3 我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输入一个最高的这个旋转的最大的值是360啊 我们加一个360 那么这个时候表示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3表示频率 什么叫频率呢 就一秒钟动三次 如果你这边盖十次呢 就是一秒钟变化十次 一秒钟变化十次啊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一秒钟变化三次就够了 而这个晃动的值呢 就是360啊晃动的值就是360对不对 所以你看在360度以内 你看要么是负的 要么是正的 他不会超出那个360的值 明白我的意思吧 哎 你看到 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地方你看 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哎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表坏了一个指南针呢 不听话了对不对 哎 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给他做出来 是不是啊 哎 我们就可以给他做出来 好 那么如果你是添加到位置属性上面 他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哎 那就更有意思了啊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把它做到位置属性上面去 好 我们把这个呢 把它先放到中间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呃 就是说旋转属性上添加微狗之后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我们把表达式取消按住二的键 那如果我们家的位置上面呢 位置是两维度的对不对 位置是二维度的按住二的键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啊 如果你是这样子去加的 直接加一个微狗 那这时候的话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 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它既影响你的X轴又影响你的Y轴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添加一个3 3表示频率一秒钟变化三次 而那么这个值呢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 那为一个我们晃动的值 我们给一个80啊 给个80 那么在这里面你的值啊 会在这个正负80 也就是你本身默认的值是不是646啊 646那它最大最大的值是646加80 最小的值呢是646减80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变化啊 位置的一个变化 它的一个轨迹 比如说默认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X轴呢646 646是不是X轴 那么它就是80往这边 就是它的活动范围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演示给大家看 那这时候它的80就表示 它的活动范围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轨迹 往左80 往右80 往下80 往上80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微狗的一个意思 能看到吧 哎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它的轨迹就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微狗 当然有人说老上 那么有没有方法 确保我们的这个横向上 比如说某一个单方向上面 我不想改变 我们只向这个 这个这个纵向上面受到改变 那么能不能这样做呢 那当然能呢 哎这就要我们去学习下一个函数了 叫做什么的啊 叫做随机函数啊 叫做随机函数 我们来看看随机函数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一类问题的 好我们一样的呢 按住alt键取消掉 那么随机函数呢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按住alt键呢 它可以单方向控制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啊 这个位置属性 它是一个二维的属性 所以二维的属性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用一个什么 中括号 那么因为你是纵向上面是不变的 纵向上面是三六九点六 对不对 这是我们纵向的不要变 那么我们横向上面我们要不要变 我们要变的 我们要变的呢 这时候怎么办呢 哎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加一个随机函数 随机函数啊 这是多少呢 random这个括号小括号 那下上下各八十那就是负八十到正八十 是不是负八十到正八十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这时候我们说不太对哦 是不是不太对 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值呢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哎 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原本默认的是不是六六六百多呀 我们来测销一步啊 是不是六百三十六点九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好中括号 中括号我们在这里面先确保它是不变的 六三六点九 好 那么这个呢 也改为三六九点六啊 这个呢 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四则混合运算 什么样的四则混合运算呢 哎 你是不是二维度的呀 二维度对应二维度 那我们说横向上面我们是要去改变的 对不对 纵向上不改变 那减的话就减零 零是表示没有变化 那对应的横向上面的值呢 我们加一个random啊 加一个random啊小括号 对不对 小括号分别改为负八十到什么 正八十啊 负八十到正八十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看 哎 这个值的话是不是就就在这个横向上面单独的去进行调整调整了呀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 它就在横向上面了 纵向是不会有变化的 纵向上下是没有变化的 那么如果你想纵向上面要有变化的话 那这时候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把他们的位置去进行一个调换就可以了 你把这个random的值啊给到这个地方来 Ctrl X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呢取消掉 那这时候加一个动号Ctrl V 把它粘贴过来 哎 那这时候是不是上下就有变化了呀 当然这个讲的时候 大家有可能不太听得明白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拿几个简单的案例 做一下铺垫 好 首先我们在这地方的话 我们直接的呢 新建一个全新的 对不对 那么随机函数啊 它非常的简单 那比方说你要去调整大小的变化 按一下s键 对不对 按住alt键 对不对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没有 两个你当然你既可以调横向 你也可以调纵向 那么如果你要调的是横向的 那如果你给个random 你直接给个random random的范围比如说是0到100 因为它最大的值是100嘛 对不对 最小的值是不是0啊 那这时候我们来给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时候他说这个表达表达是呢 有一些错误 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由random啊 在这个地方去影响的时候啊 有可能影响的有一些问题 因为这时候他要控制两个维度了 有可能不太能控制到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去调单属性的啊 比如说二值 他就可以非常简单的控制到 而random 对不对 单属性的就是单维度的啊 random啊 random的值改为 旋转值最小的是0 最大的呢 是360 对不对 好 这这时候我们来试试看 哎 你看看 他是不是也有了呀 他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旋转的属性 那如果你这是要把它的中心点定一下啊 把它的中心点定到某一个点上面来 那这时候的话看起来应该说是比较 比较比较舒服的了 对不对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 啊 我来看一下他中心点的变化 哎 能看到吧 哎 这就是任意的啊 去进行旋转了 对不对 这是单维度的 那么还有哪些属性是单维度的呢 我们取消他的表达式 t也是单维度的 对不对 表达式也是这个不透明度也是单维度的 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random 那这时候他的最小值是零 最大值是100% 所以你看不透明度是不是又有一些变化 但是我现在比方说我想实现高度上面是自由变化的 那怎么办 Shift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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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里面一样的点中他的表达式 但是我只想纵向上面改变 横向上面我是不想改变的 那这个呢 大家能明白的 对不对 横向上面是100%没有变化 但是纵向上面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表达式啊 小括号 对不对 最小的值是零 最大的值随机范围值是100 是不是100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到 他是不是就有在动了呀 那如果你这时候想他整个的效果呢 更加的完美一些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先怎么样 把中心点放到最底下的那个 对不对 你看看 这时候他是不是好像就是 在这个地方啊 随机的跳动 不透明度在变化啊 缩放也在变化 记住 random是一个单维度的 对不对 他一般的只控制一个属性 只能控制单个的 他不能控制双向的属性 跟viggo不一样 viggo是二维度的 对不对 当然viggo的话也能控制一维了 对不对 也能控制一维 好 所以这就是viggo跟random的一个区别 好 这是我们讲的viggo跟random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我们把可以把一些不相关的属性啊 给他连接起来 比方说这样子 我们在这里面是有一个放大镜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 那么这个案例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制作呢 还是稍微有一些小的麻烦的 为什么这么说 好 我们接下来新建一个全新的画布 1280×720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去做两个文字层啊 对不对 分别叫做表达式啊 分别叫做表达式 好 表达式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复制两次啊 空缺加 对啊 是不是啊 其中的一个呢 我们叫做小 所以这个文字的叫做小小我们叫mini 对不对 叫mini 啊 那么表达式二呢 自然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字了啊 我们把这个字呢 按一下s键稍微小一点啊 按一下s键稍微小一点 这是我们的表达式小字 这个大的字呢 我们不希望他字间距这么高 我们把它字间距归零 对不对 好 这边有两个字 如果我们要去做他的 做他的两个同时去进行移动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父子关系 但这节课因为我们要讲表达式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不做父子关系 我们怎么做呢 你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先这样子 把这个呢 有a点移动的b点 先去动大文字 对不对 按一下他的p键 文字呢 这个属性的点一下 最后的也点一下 对不对 好 出画面 5秒钟出画面 那这时候的话 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们的操作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直接把这个呢 给他 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的话 你看看 位置啊 不太不太好 对不对 你要去调他的 骑士位置就可以了 你把他骑士位置 这是父子关系 那么这时候 如果我们要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 我这时候怎么样去实现呢 按一下p键 把他的位置属性的点击一下 我们跟他同步 你们会发现 在这里面两个参数的X轴Y轴完全一样 但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现在是不是希望表达式跟这个表达式两个能去靠的比较接近一点 按理来说这个表的话 小的表字的话 应该在这个地方 答应该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我们继续在这个表达式的基础之上 我可以去做什么 跟刚刚一样的混合云算 你往右就要加 对不对 你往位置的往右的话 这个参数肯定是要大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加号 往右移动多少像素呢 比如说我们移动一个 80像素 那么往上移动的参数是要小的 往上移动参数是不是要变小 那就是给为负值加一个负的 我们加一个负的20 我们试试看 哎 有没看到 哎 加80还不太够 我们加到100 减20还不太够 我们减到30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看 哎 这个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表达式 位置跟随的一个表达式 当然啊 你相同的属性也可以给表达式 你不同的属性呢 有的时候也可以给 啊 也可以给 好 那么这个案例的话 我们继续把它去做完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表达式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那这个案例的话 我们先把小的mini先关掉 我们先去做大的 为什么我们要先去做大的呢 哎 对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呢 马上我们要去做一个遮罩 那么怎么样去做这个遮罩呢 其实我们用的是轨道啊 我们用的是轨道层 在这里方 我们新建一个椭圆层 啊 我们新建一个椭圆层啊 不要去按任何键啊 直接新建一个椭圆啊 直接新建一个 哎 不要选中任何层 不要选中任何层啊 好 颜色呢 尽量肯定要与背景色一样 那么背景色是什么呢 Ctrl加K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背景色 哎 把背景色这一块的16镜位置的颜色 给它呢 复制过来 我们Ctrl加C啊 是吧 拷贝 然后呢 把它退回来 好 把这个形状的颜色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填充 直接粘贴进去啊 直接粘贴进去 好 但是这时候如果你要做轨道蒙板的话 我们先把所有的层先关掉啊 背景层都隐藏掉 轨道蒙板 我们之前有讲过啊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阿法遮造层 对不对 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文字超出文字以外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看不到 啊 我们把这个轨的 我们把这个蒙板给它展开 对不对 文字超出以外的部分 形状层一定要在上面 对不对 能看到吧 哎 我们来看一看 哎 就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能不能明白 哎 那这时候表达是只出现在中间的位置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这个小的也给它打开 但是小的在外围没有问题 但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问题了 就是你既能看到大的 又能看到小的 那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要在对应的位置给它遮住 所以这时候把这个形状层啊 空缺加Z多复制一次 但是呢 这时候轨道蒙板不能有啊 这个图层的没有没有轨道蒙板的啊 所以这时候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 遮住掉小的 那遮住掉小的 并且把它的眼睛点开 并且把它的眼睛点开 因为它并没有轨道蒙板 好 所以这时候你看看 基本上一个放大的效果 什么就做好了 好 我们还擦最后一个主人翁 就是我们的一个放大镜 好 这时候我们找到我们的项目窗口里面 有一个放大镜哦 直接把它放大镜找过来 好 那么这时候取消隐藏 对不对 把这个背景颜色层啊 给它怎么样 隐藏一下 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放大镜 对不对 放大镜的话 适当的 再放大一点点啊 放大一点点啊 OK 32%这样子 32%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时候 激活 所以OK 那么这时候的话 经过我们的这个不断的努力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效果 飘移过来 是不是就做好了啊 能看到吧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讲的几种常用的表达式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 啊 我们用的比较多啊 这是我们三种常用的 你下一节课呢 我们呢 继续跟大家分享表达式的其他的一些案例 相对而言来说 难度就稍微加强一点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不会的表达式 我们可以K动化嘛 对不对 用关键针做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块的话 不要去强求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设计本身上来 而不是说整天在这边写函数秀技术 没有用 好 非常感谢大家学习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